歡迎大家收看《世紀大學2語教學》 我是Crosser 今天這一集是初階版理論篇資源 我們將會圍繞著《世紀大學2語》的四種最基本的資源去介紹一下 我們看看左上 分別有木材、食物、黃金和石頭 我們會沿著這次序講的 我們先講木材 木材主要是四種很常見的 雪、中、蟲、像 不外乎這四種 還有其他藥乾的,但很少見 主要是視乎你在什麼地方看到 而採集的人只有村民可以採集之餘 當村民採集的時候 他的名字就會轉了 變成墳墓公 而根據這個種族 你會有另一個聲音 就會出來了 Chopper Chopper 就是他這個職業的名字 在身上不代表你擁有的 一定要回到這個伺木廠 而每一種資源對應收集的機構都不同 木材主要是只能在木或市集中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介紹 村民可以從樹林墳墓 另一種食物 食物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收集的 包括有果樹蟲 變成了財收宮 或者是農夫 或者是漁民 也可以用漁船收集 那魚呢?還有漁網 漁網就是漁船起的 漁船在碼頭上起 現在看不到是因為封建時代才有得起漁網 最後一種就是取折動物 如途所見 這裡有1,2,3,4,5,6,7,8,9,10種動物 只有1,2,3,4,5,6 是有食物 其他四種是沒有食物的 這三種都會攻擊村民 或者是你的部隊 而馬是沒有用的 馬是只有體字 那這三種呢 就 多數都是要很多人一起去 防守 不然他們一隻就可以 搞定你這隻村民 捲勞快 而見到 城鎮中心和火雞和綿羊的關係 這裡的空間可以讓人進去 那當綿羊和火雞進去之後 村民就可以在這裡 捲羊 變成捲羊人 那當他們收到食物 是原地給的 然後再採 就不會像他們那樣 需要回去給這些東西 直接原地交收 那 但羊和火雞不是天生理由的 是要收的 那怎樣收呢 找些村民 找你所有的部隊 試打中 都是走過去 但綿羊去綿羊是沒有用的 只有 任何村民或者斥羊 那多數呢 一開始就會運回到城鎮中心 那我們實戰編講 還有幾種 一二三都是可以由村民射殺的 表變成獵人 有攻 去攻擊 但是呢 有一種 那種綠羊 然後有一種 爪娃野豬 和野豬 是一樣的 但是呢 有一種鐵野豬 是350血的 但是村民是打不進的 是打不進的 是打不進的 要靠什麼呢 要靠軍人去打 那 如途所見 就得罪功兵 看到嗎 其實其實很少 是需要不斷拉打的 這些 這些鐵野豬 真的很麻煩 很強大的 我們就不要理他了 那 我另外想示範一件事 就是 這裡有一堆羊 但是羊群呢 其實很容易堵塞的 那我們試一下一起回到城鎮中心 有時候呢 這些地方呢 他要一隻跟一隻 但是有時候是不會的 好守規矩的 一隻跟一隻 回去城鎮中心 看到嗎 看到嗎 但是如果不能回到城鎮中心 那他們就會在旁邊 食物的環節大約就是這樣 黃金呢 黃金有兩種方法可以收集 黃金是礦物 石頭也是 但是呢 黃金就有一種叫做遺跡的物品 可以放在修道院 那裡 雖然我會叫做遺跡 但是我會叫做遺跡 因為是以前的版本 這個譯本 我就覺得 我會照回我的叫法 如果大家覺得混淆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但我也會照回港版本 所以 把遺跡放進修道院 就會自動獲得黃金 但是呢 這隻全教士是屬於西班牙種族特有的單位 是不會拿到遺跡的 是因為騎著奴仔 那爭鯉呢 爭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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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國家都可以 所有種族都可以 那我們就這樣 又變成拿著 遺跡的爭鯉 那我們就給修道院 那他就會自己加了 同時他也是一個勝利的條件 神獲所有的聖物 是所有聖物 那右上角會有一個聖物的聯份 那這個聯合我們就贏了 但是這就是一個勝利條件 未必是的 有其他條件的 那我們就遲日後再細數了 那今天的教學就差不多大致完結了 那麼我們分別說了 木材 食物 金 和石材 那麼每種的資源 都是有不同的資源上限的 那麼我們這些就用後再在一些 其他地方再講 大家只是講四種最基本的資源 好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 世界帝國語教學 多謝大家